台湾不马上就要回到祖国回报了吗 现在老百姓一直吃着的 来煮 我昨天马上要秀过去了 不是 老百姓我上台湾去卖煮肉去 最近有这样一件事情 能弄得我脑儿疼 最新来自17个发达国家的民调显示 有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 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 有趣的是 在另一项针对中国民众的调查中显示 竟然有八成的中国民众 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还不错 而且这种让中国人极为尴尬的势头 还在逐年上升 所以我就想和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 即将要过去的2021年 中国的政府和他的宣传机器们 都干了哪些 给中国人丢脸丢到全世界 然后被打脸的精彩瞬间 在影片的最后 将根据事件的新鲜度 打脸指数和技术含量 得出综合评分 最终评选出年度最佳打脸事件 年度事件回顾之下一盘大提 在入冬之际 中国爆发了史上以来最大的电荒 有地方的政府公开的对民众表示 我们未来将要开始不限期 不限时 无计划 无通知的停电 面对海外媒体 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嘲讽 各大媒体 自媒体 公众号 爱国大威 自干五 纷纷主动跳出来 为中国政府洗地 这是一盘大棋 国家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 说中国缺电 那不是笑话吗 并不是电不够 而是不想让它够 一步大棋开始落子了 限电只是这棋里的一部分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要让别人挨饿 就先把自己饿死 中国停电就是要让美国的经济垮掉 你以为是在说笑话 现实中不就有爱国战狼粉红们 说自己宁愿喝中国的毒奶粉 也不再去买澳洲的奶粉 让澳洲的奶粉全部烂在仓库里 达到教训他们的目的 不过爱国的大V们 如此卖力的洗地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领情 反而赏了他们大大的一个耳光 在油管的政论频道中 有位博主 长期的奋斗在 为中国政府洗地的一线 可有一天不知为何 在自己的直播中 暴打长期支持自己的粉红观众 我确实有些事我很不满 这家子女去了美国 你就是人民的公敌 你天天批判西方 你自己要做到啊 人民群众有没有监督权 人民群众有没有监督权 有监督权 对呀 什么监督 上风啊 花铁啊 上风啊 花铁啊 三里多严重啊 谁定了标准 群众定了吗 我同意你删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不能实践 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 不能实践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把线码改了 把线码改了 那什么时候实践 要通过 配人吗 加油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 国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吗 初级阶段吗 等等 马克思 马克思哪个不住户里有初级阶段 这个概念 确实没有 但是 那你得了呗 反不反马克思 不反 肯定不反呐 马克思没有初级阶 你找个初级阶段 还不反呐 什么叫反 会不会实现 解决不了解下台 为什么公园就分了 老百姓就没分呢 我们周边的山林 老百姓一毛天没有 这还用证据吗 这个时候让老百姓找证据 你就是放屁 不要脸 这是拿法律压人逼 中国牛了 中美牛逼 有什么用啊 天天扯这么蛋 这事不干 放屁呢 中国神反水事件 新鲜度9分 达联指数10分 技术含量10分 综合平均分9.7分 30万美金 请美国网红唱赞歌 年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 相继宣布要开始抵制北京冬奥 中国政府为了修补形象 斥资数百万美元 为美国的观众制作亲中国的内容 不过中共的官方 从来都是四口否认 结果被美国媒体揭露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三个月支付30万美金的合约 在网上被曝光 聘请一家叫YP Media的公司 招揽知名的网红 来美化中国 宣传北京冬奥 网友们纷纷嘲讽 那些职业五毛辛苦一辈子 也未必能够获得30万美金的酬劳 反观刚才提到的 油管第一五毛郑国城 中共不但没有给他五毛钱 反而还封锁了他 中国国内所有的社交媒体 那些职业五毛命笔纸包 远不及杨大人威武 在法国有咱们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还是外国的月亮元呢 30万美金聘请杨五毛事件 新鲜度7分 达定指数7分 技术含量6分 综合评分6.7 中国外交部霸气质问外国记者 在中国外交部2月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质问中国外交部的华大妈 说据美联社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外交人员的推特和脸书的账号的数量 增加了两三倍 用来制造并且传播假消息 推卸中国政府病毒溯源的责任 质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华大妈不加思索的回应道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过 外国的媒体 外国的外交官在中国 他们有多少人在使用 微博 微信吗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 中国的通讯平台 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 推特和脸书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吗 对啊 中国人都特么想知道为什么 华大妈随后还恬不知恃的说 到底是谁在散播虚假信息 外交部霸气回应事件 新鲜度8分 达林指数9分 技术含量7.5 综合评分8.2分 华大妈的质疑提出不久 在7月份 中国的人民日报 新华社 环球时报和央视网 相继的引用了一位名叫 威尔逊爱德华兹的瑞士生物学家的文章 称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 但凡科学家们要进行病毒溯源的工作 就会遭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甚至是恐吓 暗指美国在病毒溯源方面 预盖弥彰 结果被瑞士当局打脸 我们瑞士根本就没有这位名叫 威尔逊爱德华兹的公民 编假消息还能造个人出来 咱不带这么玩的吧 威尔逊爱德华兹事件新鲜度8分 达林指数10分 技术含量4分 平均得分7.3 莱猪公投事件 那么既然是说中国 必然也少不了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近期关于莱猪的四大公投 充分的显示了台湾人宁可吃莱猪 也希望中共滚远一点的坚定决心 国共两党在这次公投的表现中 一个猪队友神助攻 一个烂泥扶不上墙 果然是一对好巴蒂 还有网友巴说 在今年4月 美国前联邦议员陶德率团访台 当美方问及说 台湾和美国目前最重要的议题 是什么的时候 在场的国民党立委 绝口不提反莱猪进口的事 于是有网友嘲讽国民党 见了中共不敢提议中华民国 见了美国又不敢提反莱猪 如此首鼠两端 真是把台湾中国人的脸 都给丢尽了 更有趣的是 在公投的过程中 涌现出一群 没有公投权力的小粉红 特地赶来翻墙围观 对于台湾的公投过程 指指点点 却好似一群太监 偷看别人入洞房 嘲笑新郎 能力差 姿势不标准 来出公投事件 新鲜度7分 达林指数7分 记住含量5分 综合评分6.3 永无止境的底线 在2020年10月 著名的叼盘侠胡锡进 警告美国和台湾 如果美军的飞机 敢飞到台湾的上空 解放军就会立刻派出战机 这是中国的底线 次年的6月 美国的三名参议员 搭载美军417运输机 来台湾访问 胡底线立刻改口称 大家不要慌啊 他故意踩我画下的底线 就是美台的诡计 我们要严防这个美台 用千香肠的方式挑衅我们 不要担心 我方会在策略上吃亏 现在国家不动手 是因为国家正在磨一盘大棋 胡锡进前脚刚重划完底线 美国今天在台湾 有多达3万的驻军 如果这是真的 国家会立刻以战争方式 消灭驱逐在台湾的美国军队 同时呢 武力收复台湾 随之话音刚落 就被一名美国官员打脸说 美国特种部队 正在秘密帮助台湾做军速训练 至少已经进行了一年了 胡锡进 捂着脸重新画下了一条底线 24个人 你们敢不敢来240个人 还秘密训练 你敢不敢大大方方的 拴上美军的军装 去问问蔡英文 她敢承认吗 看看解放军 会不会今天就对你们发动攻击 5个月之后 这支援能够提供 美国服务员 帮助台湾的军队 好累了 她又改口说啊 只要我们退得够快 敌人永远都踩不到我们的底线 民进党他们质疑我们 为什么还不出兵台湾 是他们自己充满了恐惧 不要看你们台美今天叫得欢 解决你们台湾的主动权 在我们这里 结局只有我们赢 再说地球它是圆的 红线只要退到绕地球一圈 我们不就等于没退吗 从此胡锡进被坐实了底线哥的称号 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屈辱 在12月份宣布退休 交出了画底线的工作 胡锡进画底线时间 新鲜度7分 打理指数9分 记入含量8分 综合皮军8分 对线一颗财蛋的赌约 蔡英文公开声称 台湾有驻台美军后啊 国防部放话 今年就武统台湾 冬季就到台北去看鱼 要求民众准备好物资 话音刚落 中国全民狂欢 纷纷做起了武统台湾后的美梦 我心思的 台湾不马上就要 回到祖国回报了吗 现在马上就回来了 我心思的 高厨马上要秀过去了 我心思的 台湾嘛 现在老百姓一直吃着 来煮 我心思的 我上台湾去买煮肉去 就是上台湾去 为了台湾上的名副物 可是在关心台湾同胞的同时 却又一个个完全不顾体面的在超市 疯狂的抢购生活物资 一边还操着台湾人民健康的心 真是一群可爱而又善良的人啊 台湾那边的老乡 听说那边无价可贵 白季 马上那的好日子都来到了 等解放完台湾以后啊 河南的地台不对 一赶到 那五块钱人民币 三块钱一玩胡辣糖 两块钱的假毛 六个 这吃了包灯嘞 你等着吧 好日子的马上都来到了 哈 解放军放歌的事件 新兴度五分 达点技术七分 技术含量五分 增合平均五点七 官媒洗脑翻车 年末中国政府发表了一篇长文 批评美国民主 结果评论区翻车打脸 咱们就别批评美国的民主了 既然确定不走民主这条路 那就别去批评别人 特可笑 无产十三万里小麦的 人民日报最民主 你把这报告 发往全世界看看什么反应 谁选过人大代表 谁投过票 人民日报是代表中国人民 还是美国人民 那么关注美国人民过得好不好 不如关注一下中国人民 行是媒体监督权 富人当官的 看他们子女都去哪了 就很清楚 事实胜于雄辩 共青团中央发文 说人民需要什么 我们就造什么 结果翻车 人民需要说话 人民需要开口说话 人民日报微博 为基建人唱赞歌 结果评论区翻车 哼 再怎么辛苦 也没有做办公室里 吹空调玩手机的公务员 这么多 啥 基建人 剥削农民工 吹这么敢弄干什么 唱2000赞歌 不如为其涨200工资 官媒洗脑评论区翻车事件 新鲜度六分 打脸指数八分 技术含量五分 平均分六点三 下面我们就来公布 本年度政治打脸大事件的排名 解放军放话来台北看雨 结果放鸽子 令人失望了七十年 毫无新意 最终以五点七分的成绩 倒数第一 关门洗脑翻车 技术含量过低 最终仅获得六点三分 位居倒数第二 隐心人爱德华兹七点三分 排名第五 胡锡进画底线事件 以零点二分之差的遗憾 获得八分 屈居第四 外交部画大妈的心灵拷问 突破茫长 获得八点二的高分 位居第三 限电下大棋 即众人之智慧 剧情跌宕起伏 将洗地发挥到新的境界 其难度之高 最终以九点三分名列第二 毫无争议 郑国城酒后反水事件 拼情四小时直播 并且以礼服人 碾压重粉红的理论知识 颠覆认知 最终以九点七分 获得冠军 当之无愧 上述的种种 只不过是损害了 中国形象事件的冰山一角 往年 全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无非是少数一些 出国旅游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的问题 而近两年 疫情的原因 几乎没有太多的中国人 出国旅游了 而且中国人的数字 也普遍较往年有了提高 可与之相反的是 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却是一年低过一年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 已经不再是那些低数字的国人 而完完全全是那个干什么事 都要代表全世界华人的 中国政府造成的 甚至连带导致全世界的华人 在海外的名誉一起受损 而绝大数的中国人 却每天沉浸在 遍地正能量的精神鸦片中 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让全世界都越来越喜欢中国 不过活在梦里 也未必不是一件美事 祝各位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再接再厉 祝大家生活愉快